人員的群聚案再度擴大 也讓五間學校 總共是4327名學生 先預防性停課 傳染速度又快又強 指揮官陳時中說 目前這個病毒的基因定勢 因為目前初步研判 他的病毒的狀態 是比較不像先前 本土流行的Alpha病毒 因此是Delta病毒的 可能性相當高 儘管基因定勢明天才會出爐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新北市市長侯友宜 他是已經視為Delta來備戰了 他先宣布要升為強化二級警戒 而他更說 如果一旦確定是Delta病毒 該升三級的時候 就會升三級 而且會全面取消餐廳內用 幼兒園慶生會 小朋友沒戴口罩露出笑容 渾然不知病毒已悄悄陷蹤 新北爆發史上最嚴重的幼兒園群聚 多達16人染疫 已讓五所學校4327人 趕緊預防性停課 傳染速度快又強 恐怕就是Delta病毒 病毒基因的定序上面 目前結果還要明天才能夠比較完整的出來 不過整體的方向都指向是Delta 或者是其他的變異株 目前我們還在疫調追查當中 我們在昨天晚上 就特別以四頭Delta的病毒進來 全面備戰 新北在前一天深夜宣布升級為強化二級警戒 醫院及長州安養機構禁止探視 陪病也僅限一人 集會人數立即縮減為室內50人 室外100人 大賣場景點也要嚴格落實人流管制 若一旦確認是Delta病毒 若一旦說新北恐怕得面臨三級警戒 已經是疑似Delta病毒 所以我們不能等基因定序出來才備戰 因為升級是中央的前線 該提升三級的時候 我們就要提升三級 當基因定序出來是Delta病毒的時候 餐廳的內用我們就會一律取消 不僅餐飲內用恐怕要取消 正是因為Delta病毒株比傳統阿法病毒 傳染力高出60% 平均可依傳8 新北停課標準也在升級 如果說經過幾年出來是Delta病毒株的話 則全校停課14天 依據中央頒布的疫情警戒標準 警戒三級是單州出現三件以上社區群聚 或一天確診10例以上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中央目前不打算升級 但Delta大軍瘋狂侵入社區 已經讓百姓陷入空前危機 記者零星和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